今天主打黑茶 是小兰和小粉正在看着《血腥刺杀6》的剧情 小兰抱怨刺杀系列不好看 结果被好友小粉杀死 然而又只是《血腥刺杀7》的剧情 套娃环节结束 小菊说自己很喜欢《刺杀7》 就像阴阳魔界的感觉 但回忆却说 自己不喜欢这种不合逻辑的片子 小菊提到 最初三部曲以《西德尼》为原型 但被威胁起诉 所以后来开始编故事 吐槽《血腥5》是最烂的一部 还有穿越时空的桥段 突然小菊说自己听到什么声音 不管去一组上楼查看 楼下的灰衣突然接到电话 但却是楼上的小菊在恶作剧 正当他炎炎得意时 灰衣发出尖叫 小菊下楼查看 只见电话孤独地躺在地上 还以为是灰衣的报复 夸他可以去拍恐怖片了 电话突然响起 窗外闪过黑影 邻人传来鬼灭人的声音 劝他最好赶快逃跑 小菊还以为是玩笑 虽然有些紧张 还问自己朋友在哪 随即会议的尸体扔了进来 鬼灭人也跟着出现 小菊尖叫着逃跑 被刺中后背滚下楼梯 虽然打开了门 但鬼灭人只是想动弄他 最终被拖进屋内 再立任下尖叫 一身红衣的女子下了车 正是小西 准备着自己的新书发布会 另一边杜一听到闹钟起床 旁边是妻子盖尔 他现在是治安官 刚出门就看见开车超速的黑皮 黑皮听到他的大喊道了个歉 随后接上吉尔 说他前男友特雷夫给自己打电话了 后上车的猫眼女说 自己也接到了 几人开车聊天 原来西德尼是吉尔的表姐 将老家选为巡回签售的最后一站 黑皮说 自己因为小西爱上了恐怖片 而猫眼女说 小西到哪都会死人 应该被写进死神来了 看表情并不带进小西 此时吉尔接到电话 号码显示是小局 但却是鬼面人的声音 凶狠地问他 最喜欢什么恐怖片 几人听到都一脸迷惑 猫眼女说 自己早上接到了灰衣的电话 黑皮回头惊讶地说 什么 分心之下差点装车 杜一在监察工人干活 同事清纯妹说 要是自己能早点参与案子就好 那样就能在调查中促进感情 暗示自己对杜一有意思 还自制一盒柠檬方蛋糕 单独一一减肥拒收了 这时 收到同事呼叫有案件发生 两人立马开车走 盖尔正在看电视采访 主持人为小西 七部血腥刺杀 都取材于盖尔的疏有无影响 但小西说 写书是为了重塑自我 此时的盖尔也想重塑 可惜没有大事发生 一点灵感都没有 伍兹伯乐高中 飞机头用自制头戴相机 对着黑皮三人 用刺杀一的台词 问他们最喜欢哪部恐怖片 女生一副不想理会的样子 长发哥看着黑皮 一脸痴迷的样子 吉尔跟黑皮在放东西 提到长发哥喜欢黑皮 黑皮说自己也喜欢他 比如折磨他 让他痛苦 吉尔放完东西 关上门就看见特雷夫 黑皮失去的离开了 特雷夫说自己很关心吉尔 也曾让他很幸福 但吉尔并不想原谅他 因为他与别人约会背叛了自己 盖尔来到小西的新书签说会 小西发言完看见他 两人拥抱过后 杜一也赶来书店 并命令现场保持安静 后面驶来几辆警车 盖尔问他发生了什么 但杜一只说 是追踪犯罪现场的手机 带到了这里 手机铃声从外面传来 是小西租车的后备箱 里面放着鬼面刀子和手机 新书海报满是血迹 像是鬼面人的宣言 小西想说 这是不是恶作剧 但杜一说 这不是开玩笑 高中正在上课 大半学生都收到 小菊和灰衣死亡的消息 新闻车以文讯而来 线上在报道说 小西返向当天 两女遇害 一男子又说 这像极了盖尔小说中的桥段 但此时的盖尔 也是杜一的妻子 警局之中 盖尔吃着清纯 没做的蛋糕 想进去审讯室 但被拦住 情敌相见 格外眼红 两人争执惊动了杜一 盖尔说 如果发生谋杀案 自己要知道 杜一还以为没传开 让他别乱说 青春妹指出 盖尔是想参与调查 但杜一并不同意 趁盖尔写过书 不代表与案子有关 自己现在已经是治安官了 盖尔感受到他的抗拒 生气的说自己单干就离开了 此时同事来说 有高中生报案 早上接到被害人手机 打来的威胁电话 正是吉尔和猫眼妹 小西也来到接待室 与吉尔打了个招呼 一旁的黑皮指出 电话声音是鬼面人 担心自己没接到电话 可能会先死 杜一犹豫几下说 当然不是 但提醒他要小西 黑皮瞬间觉得 自己就是下一个目标 小西觉得一切源于自己 或许他走就好了 但因为案情需要 并不能离开 不过会有人24小时保护他 回到加州 杜一跟小西聊了点近况 就离开了 吉尔刚进卧室 被门后的特雷夫吓了一跳 特雷夫还说 他跟小西在一起 像跟杰弗里达默一起 上顶级大厨 吉尔想让他离开 但特雷夫说 他接到鬼面人的电话 自己在身边比较安全 吉尔摇头说 自己不相信他 特雷夫抚摸上他的脸 说自己会让他相信 此时小西推门而入 特雷夫尴尬地说 见到小西很高兴 然后翻窗走了 两人的情景 触动了小西的回忆 嘱咐吉尔锁好窗户 关门离开 扭头被站走廊 阴影中的清纯妹吓到 清纯妹说 自己之前与他同一所高中 还一起出演了小飞侠 但小西并不记得这些 清纯妹似乎有些遗憾 问了声号就离开了 吉尔和黑皮躺在床上 看恐怖片 刚回家的猫眼妹 给黑皮打电话 因为就在隔壁 就不加入二人的看剧行列壮胆了 吉尔听到猫眼妹不来 想打电话吓他 但并没有成功 此时特雷夫打来电话 黑皮先接听 电话那头听起来是鬼灭人 坚持要跟吉尔说话 听到他们这边的对话 猫眼女站到窗边 三人相互对视 鬼灭人说 自己就在衣柜里 就算有警察在 也够自己将某人开膛破肚 黑皮半信半疑地打开了衣柜 但什么也没发现 而鬼灭人却说 随即出现在猫眼女背后 两人在窗户边看着大喊大叫 小西发现连忙叫警察 但车内没人在 而鬼灭人打斗之后 把猫眼女按在床上 连刺树刀 最后挂在窗户上示威 小西来到猫眼女家 只看见床上被剖腹的尸体 又接到鬼灭人的电话 说这是欢迎仪式 小西愤怒地让他冲自己来 而鬼灭人说 他已经不是主角 自己已经设计好一切 此时吉尔也来了 看起来觉得朋友因他而死很不开心 而小西看到鬼灭人出现 划伸了吉尔 自己扑过去与鬼灭人打斗 最终一脚撂倒鬼灭人 此时警察姗姗来迟 但回头一下 地上的鬼灭就没了 而特雷福和黑皮相继感到 带着吉尔离开了 飞机头与长发男来到现场录像 盖尔对两人创办的 放映俱乐部很感兴趣 希望可以联合破案 作为回报 自己作为名人 可以去造访俱乐部 但长发哥说小西来效果更好 盖尔很无语 小西在医院检查完 公关想让他续约 但小西出书只是为了展现自己的蜕变 公关还想继续纠缠 但被小西解雇了 愤愤地去坐电梯 还在幻想 小西今晚会打电话道歉 来到停车场 公关却接到了鬼灭人电话 威胁着说 要让他进入太平街 而鬼灭人的话也实现 公关在经历车子故障 又被鬼灭人的出现吓到 最终死在了逃跑的路上 因为鬼灭人的出现 杜一在广场演讲 安抚受贞的群众 盖尔也来到现场 正当杜一说 很快就能控制局面时 顶楼抛下了公关的尸体 简直是赤裸裸的嘲讽 盖尔高傲地说 自己有额外的线索 等到杜一想合作再联系他 全镇设置的九点消息 盖尔与小西来到俱乐部 特雷福看着小西眼光有些奇怪 长发难称 小西超越了杰米里克蒂斯 和达林布莱尔 因为飞机头将全部校园生活 都拍下传到网上 长发哥说 这正是凶手缺少的 想制造最新故事 应该将杀人过程拍下来 再被抓钱传到网上 特雷福和黑皮似乎若有所思 长发哥又推断 凶手是刺杀影迷 案件切入点是翻拍惊悚 还觉得凶案规则应该有所改变 必须有惊人的开场 杀戮更加极端 最后提出 在现代恐怖片中活下来的方法 首先要是同性恋 盖尔不解 为什么确认是翻拍 长发哥解释 目前为止 逻辑都很清晰 下一幕 该轮到派对虐杀主要演员 而今晚刚好有个刺杀之夜 会连续放映血腥刺杀的七部片子 小年轻们啥也不怕 不听小西劝阻 要继续开派对 还不愿意透露地址给盖尔 夜幕降临 看着屋外的警察 基尔觉得自己被软禁了 小西安慰着他 自己知道这种感受 毕竟经历过三次的死里逃生 基尔也想到他的遭遇 表示自己要是被人天天围观 肯定应付不来 小西无奈地叹气 说自己只能专注关心的人 一切就顺其自然了 基尔感谢他昨晚救了自己 毕竟他不了解自己 换作是他并不一定有勇气 小西只是希望 他不要像自己一样经历这么多事 基尔没回答 告别后回房去了 小西看到镜子上有黑影从客厅闪过 但过去却没发现什么 基尔跟参加刺杀之夜的黑皮打着电话 黑皮说特雷夫也在 基尔听到很是惊讶 因为这不符合特雷夫的风格 盖尔带着头套来到现场 还悄悄在猪头上放了监控器 长发哥和飞机头在主持开幕 总结束吓人点 在于手机没信号 冰箱门后总会多出一人 以及大喊着不 随后在大家的欢呼声放映电影 盖尔又在幕布下放了监控器 安装好最后一个 回到车内边看监控 边为新书做资料总结 突然发现 摄像头被鬼面人盖住 刺杀之夜似乎要出现危机 盖尔连忙打电话给杜一 希望他能赶来 但杜一为他说要单干的话生气 傲娇的盖尔也不想再多说 决定自己去修设备 此时现场还在团观中 盖尔检查监控器时 又发现有其他的监控器 最硬心远的杜一 还是来到刺杀之夜现场 看见车中的监控画面 鬼面人正从后冲向盖尔 夜间妻子却要遭殃 杜一连忙往里跑 此时的盖尔如同第一步的女孩 挣扎到最后还是被抓住 幸好杜一赶来 开枪吓退鬼面人 但临走还是刺了盖尔一刀 等杜一追上时 人已经从后门溜走 盖尔虚弱的说 凶手要为杀人录像了 消息下附近 负责安保的警察觉得按照规则 自己不会有好下场 吐槽地人中的警察 如果及时退休 或者是老婆怀孕的新人 总会落得死亡的结局 胖警察有些不敢去巡逻 受警察激提了这一趟 巡逻看见二楼窗户开着 询问胖警察却没人回复 急匆匆回去看他 但却是恶作剧 最悲惨的是 鬼面人就在蹲守 两警察最终隐命 屋内的消息倒水时 听见门外风铃响动 感觉有些异常 一方妄议赶紧锁门 风铃再次响起 但却是吉尔妈妈采购回家 还要再去车里拿 小西收拾时接到鬼面人 说他只会死里逃生 让他看电视盖尔受伤消息 宁笑着说 亲人受伤更致命 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小西扔了电话连忙上楼 吉尔已经不在房间 电脑消息显示 他去了黑皮家 此时吉尔妈妈回来了 小西说 鬼面人要杀自己家人 要赶快去找警察 但吉尔妈妈说 警察并不在 现在只能先去找吉尔 门外风铃倒映出鬼面人 两人连忙从正门走 但又遇到鬼面人 吉尔妈妈为了关门 坐在了地上 被从门下的口子 伸进的刀插死 悲伤的小西拿过钥匙 看见窗边有人影 让人从另一边走 刚好撞见清纯妹 小西带他去看了尸体 或许是害怕 也可能是担心 自己先开车去找吉尔 盖尔已经被送到医院 杜一答应他会抓到凶手 高中生们还在吃着喝着 长发哥得出 翻拍要超越原版 所以派对不是最终结局的结论 而后要看刺杀期 长发哥发现 黑皮家恐怖电影有很多 还问了几个问题 说两人之间有电流 飞机头看几人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很是生气 特雷夫突然来到 吉尔瞬间失去胃口 黑皮说派对需要邀请 但特雷夫表示 是吉尔发短信邀请他来 吉尔一脸迷惑 要找出手机证明自己没发过 特雷夫看着其余的人 想知道是谁发的短信 黑皮想起他手机丢了 但特雷夫说自己心买了个 清纯妹打电话给杜一 说吉尔妈妈死了 二小西开车逃走了 两个警察死在两街区外 听到一辆车不好的消息 杜一无力的说自己马上来 黑皮跟长发哥正在看电影 飞机头疯狂灌酒 走到阳台 听见屋内两人有暧昧动作 拿下相机开始录像 调试完感觉侧面有人 转头撞上吊栏 还戴反了耳机 黑皮看着长发哥 暗示他现在是行动的绝佳时机 两人刚亲上 被寻找吉尔的特雷夫打断 黑皮一脸无奈 看到电影 特雷夫还坐下来乱叫 长发哥生着闷气走开 特雷夫才反应过来 看到黑皮震怒后笑着离开 飞机头喝得晕乎乎准备进屋 才发现自己相机反了 刚扭头正看见鬼灭人 开门就是一刀 飞机头说自己是gay 但长发哥推测的活命法却无用 此时黑皮正躺在沙发上 感觉外面有异常 想去开门遇见了吉尔 吉尔说 自己手机根本没发过短信 特雷夫也不见了 两人开门见到了小夕 刚想带吉尔离开 就看见浑身是血的飞机头 后面跟着鬼灭人 几人连忙跑上楼 吉尔说 只有阳台可以走 嗯 小夕咋没看见黑皮呢 不过小夕顾不得这么多 要了电话让吉尔躲在床底 自己引诱鬼灭人 小夕刚给杜姨打完电话 就被鬼灭人推倒 面对刺下来的刀 小夕松手掉到地上 随后爬起来就跑 在屋内遇见黑皮 听到声音两人连忙躲进地下室 只见长发哥拍打着门响进来 解释手上的血 使自己发现了飞机头 黑皮虽然喜欢他 但火灭更重要 小夕看出他的犹豫 说如果不信任就别让他进来 最终黑皮哭着让他离开 但长发哥刚巧被鬼灭人抓住拖走了 紧接着被绑在院子里 鬼灭人打来电话 给吉尔机会回答问题拯救长发哥 小夕决定去找吉尔 拿着刀子上楼 但吉尔却不在 黑皮听到最后一个问题 一口气说出15部电影 看起来好像答对了 黑皮立马出来救人 但没想到 长发哥却杀了他 埋怨他注意到自己太晚了 小夕看见地下室没人 下意识觉察到不对 但被长发哥抓住 撞到他又遇见另一个鬼灭人 面具下竟是吉尔 两月拿出录像机 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他们做的 现在准备嫁货给特雷福 吉尔拿枪射中特雷福下体 为了报复他背叛自己 长发哥说时间差不多了 吉尔就结束了特雷福的生命 作为分派的电影 长发哥将自己比作蓝迪 而吉尔是希德尼 两人在这部电影成为主角 小夕想知道为何这样 吉尔说 自己在家中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现在要轮到自己了 两人准备模仿比利斯图互相伤害 但吉尔为了成为唯一幸存者 捅死了长发哥 而小夕死后 自己就能成为万众储慕的人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小夕倒地 不知死活 而吉尔开始伪装现场 抓两毫头发拿刀捅完自己 再撞墙和桌子 讲铃声越来越紧 吉尔躺到小夕旁边 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吉尔来到屋内 发现满地死人 而吉尔如愿以偿被媒体包围 杜云来看望看 吉尔假装很伤心 表示希望与盖尔联手邪术 毕竟两人拥有一样的伤口 无疑问到小夕 没防备的杜云说他没死 杜云离开就下床去找小夕 杜云回去看盖尔 两人谈论之下却发现破绽 吉尔怎么知道盖尔伤在肩膀 想到这 杜云立马跑出去 而小夕刚醒来 吉尔就赶到 咒他怎么还不死 拔掉管子准备掐死他 但被小夕抠住眼睛 两人扭打到地上 吉尔撞他腹部伤口攻击 电线杜云快来了 吉尔藏起来突袭他拿走手枪 盖尔赶来也没能扭转局面 只是被后来的清纯妹扑到一边 吉尔问他 是不是非要逞英雄 让他交出手枪 清纯妹还想让他别做啥事 但被一枪打倒 随后盯住盖尔 小夕悄悄打开除产器充电 盖尔看到后 说自己想留遗言 分散吉尔的注意力 小夕一把垫倒他 说分开首要原则 原半惹不得 两人围在都一身边 倒地的吉尔却掀起碎玻璃 但经验丰富的小夕 早就做好凶手会再起来的准备 拿起手枪击中他的胸口 屋内几人开始叫医生求救 小夕看着地上的吉尔说 外面不知发生什么的媒体 还在报道 吉尔是个英雄 此部电影开头的套娃情节 还比较有趣 不知是不是暗示 会出到第七部 但小夕知道 第五部即将在2022年上映 电影中长发哥提及的 吉米里克蒂斯和林达布莱尔 是电影《去魔人》中的演员 剧中还有人吐槽 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没反粉厮杀系列 毕竟说不好的人都死了 其实想想 杀人不眨眼的鬼面人 竟然只是脱走了长发哥 就很不寻常 而吉尔在家中说的话 也很有深意 小夕觉得那一句 你不了解我就有些异常 电脑上留下的消息 可能也是故意引诱 只是线索一度被推在 特利福和黑皮身上 看来为了设置凶手 也费了点心思 其实剧中有一个小细节 杜一的跛脚恢复正常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夕讨论 好了小夕讨论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夕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夕点个赞 拜托拜托 你们的鼓励是小夕坚持不齐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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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